我們先坐下 然後大家在做的時候 我先派給大家 然後大家拿去前面做 阿俊 你可以舉一舉 然後我們喊完口號 我們就可以黏一黏 好不好 好 抗議震大 抗議震大 打壓公會 欲家之罪 何彎無恥 迫害公會 白色恐怖 抗議震大 亂搬龍門 迫害公會 欲家之罪 何彎無恥 抗議製造白色恐怖 抗議製造白色恐怖 我們現在可以大家 拿一個 我們用搬龍門那個 我們請我們所有的代表 就連一個拳頭 因為我們是抗議震大 是亂搬龍門的 好 我們後面 後面要先撐了 撐了嗎 撐了嗎 好 後面大家得了嗎 好 好 抗議震大 聯邦龍門 抗議震大 聯邦龍門 勇家之罪 無亡無恥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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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手上有兩份 一份是浸大工會給校方的封信 一份是大專聯和四個團體 大專聯教協工盟和浸大工會 給校方的一封公安 我現在請了浸大Ventum先講了 王偉國 麻煩你 我未開始之前都很感謝各位傳媒教朋友 當我以往這百年參與公民社會活動的組織朋友 多謝各位生活 多謝他們關心 大家都會覺得整件事不關我個人的榮譽 甚至我自己本身有沒有一份工作 甚至對浸大工會的前途 甚至對浸大的同事未來受到校方 或者管理層一些無理的欺凌的話 公會本身受到威嚇 都令他覺得會不會管理層 完全不尊重前線員工應有 或者基本的權益 或者很簡單講我現在的情況 其實今次我本身申請鑽制 就是由坐地教授轉去高級港資職系 我也記得去年暑假時 其實主任卡巴斯丹和我 和社工廈的院長 Adrien Grayley 其實有一個會員 也有提出向Adrien Grayley提出過 我有個議員希望繼續浸大服務學系 轉職到高級港資職位 當然當時其實都有表達一個意圖 不是一個很正式的會員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本身轉職的聯課 在9月10月做報告的時候 其實我等我拿回這個容 我剛剛講 因為整個報告我自己都會寫過 往國一流其實是針對過一年 是針對過一年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 除了針對過一年 即2016、2017年的表現之外 其實主任本身 因為是我上司已經是8年 基本上都知道我那個表現 基本上都是非常一致性和穩定的 所以你會見到在第一個步伐 在評估裏面 其實基本上 譬如說教學就是very good 研究 因為本身 他認為就是 其實研究的可能 可能也未必覺得符合到大學校方 他指定的那種研究要求 所以比較好 然後就幫學系服務 即學學系或學院大學服務 即無論是接受傳媒採訪 訪問 或者甚至下內一些委員會的工作 他在這裏是excellent的 基本上整個都是very good 然後你會見到在11月的時候 因為那時原來的院長就英格 由處任院長 Avian Sivant 是負責我這個案件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會議是在那些月尾進行的 就是那時適任的一個社科院院長 當然你會見到 其實基本上那些評分 基本上都是很相約 就是教學very good 研究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但是去到一件事都很奇怪的 就是去到這一版 那有幾件事 我特別都想講清楚一點點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見到結果 這裏就是不繼續續約 那你見到這個剔了部分 即是說 基本上今次的合約 到8月31號完結之後 我再加上這麼大的研究 然後你會見到 在B那部分 就是Additional Comment 一些附加評價 你會見到 雖然你見到 在上面的評估 基本上整體是非常好 但是見到有幾件事都很怪 或者我這裏 我特別想舉出來講一個 好 如果你說針對我被不支持續約的 轉制的理由 他提出兩個 第一個就說我 並沒有在一個課程發展的一個領域裡面 是擔當一個領導的角色 第二個理由 你會見到 他見到我那個 即是教學評估分數 是有一些比較不穩定的狀況 但事實上你都會見到 就是因為今次整個所謂 我那個繼續轉制那個 基本上是用1617年的教學評估分數 我後來看我自己的分數 基本上都有 五分都有四分或是以上 就算你說有些可能是去到三年多 但是他那個 我叫做Mode1和Medium都是去到四的 就是那個中位數 和那個出現次數多都是四 還有另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覺得用CSQ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參與教學評估學生的項目 是非常之少 根本是完全缺乏那個表情 所以如果你說使用CSQ那個服務 來否定我轉制的申請 這個是不能承認的 好了 那這份報告其實去到2月26日 當我在A-June Baking 即是社科院的院長手上接到 那個通知就是2月26日 那麼在梅斗那裡 其實你會見到那個信的內容 基本上是沒有給原因的 是直至我向人事部 拿到整份報告 才能夠披露到 究竟為什麼我不能夠 是被支持轉制那個決定 那麼最新的發展就是 昨天前法官校長 就給了E-mail電郵給我 就是說他將這件事 是交給處任人事部的主管 去處理 其實我之前也都有寄給前大康 質疑整個社科院 這個檢討小組委員會的決定 但他裡面任何一點內容 都完全沒有回應 甚至我們要求會接見前大康校長 都是完全沒有回應的 或者我在這裡的重點交代就是這麼多 或者是將時間交給你 或者我交給大專聯和教協先說 然後給阿俊 還有我最後一個回合 大家好 我是大專聯的主席謝銘寧 我在大學就教了三十年了 也是成立大學的工會主席 也都做了十幾年 在這三十年來 我可以說這次是第一次 很明顯這麼大打壓工會 其實有一個效用 我估計如果真的打壓成功 根本日後你想找人做工會 特別是合約的員工 我想都挺難的 其實現在在香港大學工會的發展 已經可以說是沒有前途 但不是等於不輸工會 其實大學裡頭的工會是有它的作用 是可以幫到大學做很多事情 特別是一個橋樑 工會和管理層一定要有溝通 工會就做了那個角色 但這次很明顯看得到 就是浸大就非常僵化 也都做一些事情是匪而所思的 如果一位港師要求是轉職的話 通常大學會有不同的職位可以轉到 因為大學不應該這麼僵化 很明顯就是大學應該有教學的人員 教學的人員應該起碼要分兩批 一些是真的教和研究 也都有一批應該只是教學的人 即是只是教學的 明顯Benson 他有條件有資格去轉換 第二個track 第二個行列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是不容許的呢 看得到如果完全沒有彈性 基本上就是一個背後的原因 很明顯就是要打壓一些非支持管理方的人 其實定義上一個工會主席 根本就不應該盲目幫管理層 根本就是站在管理層對面 如果我們任由浸會做這宗無理的打壓 無理的解僱 其實我相信是對全國大學一個打擊 其實很多國際上很多大學 都是關注香港的言論自由 大學女投的言論自由是怎樣 工會的情況是怎樣 我相信這些不是一個 即如果你將一個工會主席 即是不足弱的話 抄去日出的話 是不是一個好的榜樣 香港不需要這一類的新聞 其實我們的看法就是 大學是應該多元性的地方 不能夠說你一定要做全能的教學研究人員 你才有一個職位 我們不相信 因為即使專門教書 也都應該是大學需要這些人 如果浸會沒有這類的胸襟 其實它的管理層是出現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次的招待會 浸會暫時也都改回他們的決定 我們教協會其實作為公會 完全是對今次的問題 覺得是很離譜的 離譜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過往其實都相當多 投訴接到關於大學 在平衡的時候 其實經常去班農門 那班農門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通常都要求老師 樣樣皆留 即是你要研究又要出色 教書又要出色 社會服務又要出色 為大學服務又要出色 其實有很多老師都是 樣樣都達標 但是如果你中間抽樣出來 它又高又低 可能它研究很出色 它教書就優良 但未必是outstanding 很出色 如果這兩件事都可以 可能社會服務 行校服務又未必得到這麼多分 因為其實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在一個行校做 學校裡面的服務 就是社會服務 所以過往我們接很多投訴 跟黃偉國這次類似 就是在很多方面都已經平衡 已經達標了 有些是超標 但是它會在中間選一些 相對分數沒有那麼出色的 就說你這件事未達標 甚至在課程發展 我們跟黃偉國溝通 基本上可能根本沒有委派這個任務 但到你平檢的時候 就說你這件事沒有 我們覺得這個就很離譜 在任務工作裡面 你不可能一個部門裡面 一個人是負責所有的 那你抽一樣他沒有負責的 而又說他沒有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一個屈他們的過程 如果用這樣的方法來做 平衡 很多時候會出現的效果就是 整個部門只可以出現的 就是要是你是全民 每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再抽情 要不就要拆客人 在裡面要討好 或者跟整個學校好 上司好那些同聲同氣 要不然用這樣的方法 很容易將一些不同意見也好 或者一些上司不喜歡的人 就可以這樣證承 第二個更加離譜的就是 這次其實在部門的上司 直屬上司都說是推薦留下 推薦轉一個職系的 但是一上到另一級 他可以全反轉 憑什麼呢 我便會問 最熟悉他做了評檢 有了客觀數據那個 給了一個這麼具體 實在建議 上到上面可以是反轉了 給一個完全沒有根據的一個原因 就說那你走吧 你可以說不讓他升職 但你就沒有理由不讓他升職 後面那個跟著的就是你走吧 這個是完全不合起 但是在大專院後裏面 現在時常都會發生 我覺得無論是黃偉國這個個案 和其他情況是極待改善 不可以讓那些管理層隻手遮天 其實我們近一些比較出名的例子 在城大都試過一次 在很多年前他們想大規模去開除一些導師級被人員 但是絕大部份導師那些都拿了很好的評檢結果 上去那個副校竟然說 我覺得他們不好的 將所有客觀數據推翻 他們搞得不好所以我要他們走 要那二百多個的導師分批走 在短時間內 其實這不是一個評檢之後的結果 這是行政 是校長隻手遮天的結果 所以這些情況我們絕對不可以讓他們再出現 第二個 其實學校應該有一個機制 就是給同事專長於教學 可以走教學路線 他專長研究就走研究路線 但是現在很奇怪 你不走研究路線 在大學裡面就不會再生存到 所以甚至今次王毅國申請 想轉一個專職去做教學的政系 都沒有不給又說沒有機制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大的流動 令到我們的教學的質素 其實可能是越來越回放越淡 都傾斜去做研究 這個是一個機制上的流動 剛才說的也好 很多疑點很多問題 我們覺得結論就是 今次要逼走王毅國 是完全不合理的 唯一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他是工會主席 所以其實這個是針對工會的行動 是想他收聲 想做給其他人看 大家都要收聲 若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韓前效應一直這樣蔓延 所有大專院校的老師 以後都不會再點出聲 這個是不是政府想見 學校想見 我們都很懷疑這個動機 所以教協一定會在這個問題上 就會是力爭到底 若果不然工會實際上 在這麼多間院校裡面 一直被打壓 我們教協作為工會 也是擔心整個在我們 教學教協的工會的運動 其實都會受到打壓 所以純亡此寒 這次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是為一個個案也好 為我們整體現在 是惡化的大專院校的本職 我們要出聲 臣 麻煩 好 麻煩 今天我一定要站出來 因為我本身在浸會讀書 在浸會教書 我在浸會全職教書也有十年 我八九年已經在浸會讀書 所以浸會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今天出席是要撐黃偉國 是要撐浸大 是做回一個大學的本分 大學的封骨 同一時間我是撐公共知識分子 我今天出席也帶著一點點挾救 因為黃偉國主席 今天遇到這個政治的打壓 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和我有關 由2014年佔領運動之後開始 到2017年 其實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是遇到六次的 在學校的刁難 當中有四次是需要聆訊 我每一次都會通知聆工會 每一次我都跟黃偉國有溝通 你給我很多意見 亦都是在公會支持我 在最終一次 2017年的1月25日 我要出席一個聆訊的時候 黃偉國是陪我一起出席這個聆訊 如果Fancy一定記得的 我們出席的時候 當時的負責聆訊的那個系主人 農夫系主人 一看到Benson在這裏的時候 他就說不歡迎他在這裏 如果你是堅持在這裏的話 我唯有取消這個會議 接著放下了一份文片 要我用書面解釋那些指控 所以我想說 在我身上我真是一個求助者 我不是一個單一事件的求助者 我是由2014年12月到現在 我已經遇到六次 我相信可能還有第七和第八次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個別的事 這個是大學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的打壓 我們在學校教書 我當然是一個老師 我們讀這麼多書 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 但是我們還要在公共營的知識分子 我們是參與很多公共事務 我們是參與整個社會的改變 我們讀書不是為了解釋社會 我們讀書是為了改變社會 而我們在改變社會的時候 我們遇到不同的張力 在張力的時候 我們要互相守望 互相保護 今天呢 支持黃偉國 就好像昔日在黃偉國之前那一樣 只不過是位置不同了 上次我坐在這裏 今次他坐在這裏 今次我們反轉位置 其實這一種位置的調動 可能坐在後面的同事 其實隨時會是這樣調動 你和我都知道 這個不會是唯一一次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所以我覺得 浸大 雖然我自己是無效 但是浸大那隻河蟹 是一定要捉出來的 是很好的 但是很清楚 黃偉國這裏 他竟然用一個莫須有 整治一個工會的主席 他的理由是 黃偉國本身是very good 但是他說 不讓他轉職的理由呢 因為他不得outstanding 大哥 你在玩字眼 在捉字室 very good 還不夠嗎 什麼叫outstanding 他整個左右紅藍綠 夠了outstanding 老實說 他幫浸大陸 有多少聲譽 他有多少評論 是得到整個社會 去尊重和去看的 但是說他不得outstanding 而說他不得outstanding 其他一個理由呢 剛剛Benson有說的 就說你沒有在那個什麼 curriculum development 教學的發展裡面 是貢獻 喂大哥 他從來沒有叫他貢獻過的 如果有一天他說 Benson進來 我希望你幫忙教學發展 那方面 curriculum development 他沒有做 這樣就可能你說你沒有幫忙 但是叫都沒有叫過他 這個浸大 這個世界沒有可能這樣做的 還有任何的一個健全的機構 一個管治健全的機構 我說普通私人的機構 一個普通的私人商業機構 做appraisal的目的 就要告訴你 有什麼地方要改善 他們的appraisal的目的 就說他very good 然後跟著炒 哪有可能一個生理機構 沒有給你機會改善 那你叫appraisal做來做什麼 已經說了你very good 你反正你都要迫害了 倒不如你早點說 我不做appraisal 我是要迫害你了 所以很離譜 那我特別要指出 最近大家經常說要擁護基本法 我們最擁護基本法裏面那條 就是結社自由 組織公會權 人權法又有組織公會權 基本法又有組織公會權 僱傭條例有一條21B boy 也是說任何人可以組織公會 和參與公會不受打壓的 現在浸大很明顯 犯了這條法例 因為他本身 因為他高門主席而去打壓他 當然有些人說 可能他有別的理由 那你拿的理由出來 原來是這麼荒謬的 說你不得outstanding 他做公會主席 也不知道多outstanding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就是這件事 引申了一件事 就是整個浸大作為一個最高的學府 是做了一個企業非常之壞的榜樣 告訴全香港其他企業聽 老闆聽 喂 我們浸大帶頭去打壓公會 我浸大帶頭去炒公會的主席 那我們其他公會怎樣 我們職工盟 抗爭餐 和僱主去爭取 就被人炒 浸大現在正在製造這個白色恐怖 所以我們是覺得這件事 本身不只是浸大事 不只是大專聯的事 而是所有香港工會 現在都是受挑戰 等於九巴炒了一個人 我們覺得是向全香港打工仔去挑戰 他現在搞和偉國 也是向全香港打工仔去挑戰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這樣的處境 當然我們希望浸會裏面的師生可以支持 我們希望有個上訴的機制 但他都沒有回答你 或者Benson可以說一下進一步他會怎樣做 昨天我收到錢大康給我的電源 他就說 他已經把我這個個案 給處人人事部的主管去處理 但沒有說到有上訴機制 什麼都沒有回答 因為這個也是浸大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 浸大是沒有機制的 譬如說Outstanding那件事 即是龍門怎樣擺放呢 即是怎樣轉職的龍門是沒有文件的 然後又沒有上訴機制 又沒有文件的 一個這樣的機構 一個大學 連這些基本的人事的制度 都好像沒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想我們都是要靠自己 在工會那方面大家去支持去抗爭 或者我給大家有什麼 阿齋先生有沒有補充 我們有整份工會聲明 我沒有時間讀完 不過我們給了一個題目 特別的題目 還有想highlight in兩個項目 我們的題目是 反對九巴解僱事件的翻版 這個是利用升遷制度打壓工會主席 是嗎 本會是就黃偉國博士申請 轉職至高級港師被拒的聲明 這個聲明很詳細列出 其實第一 浸大其實是 很多剛才已經重複的點 我們不重複 但是第一 他現在暗中做了一個叫做 不升便靈 這樣的一種做法 要麼你就可以升到職 要不然我就踢你走 這個其實是 和這個前大康來到之後 他就企圖將浸大狂谷成為 他認為是全亞洲No.1的 Liberal Arts College 有關的 當然這個本身就是一個 不合適的形容 因為浸大是有理學院的 不是一個Liberal Arts College 我們有科學各種研究的 第二就是 我們一向的傳統 在教學那邊是強的 即是因為我們留下很多 教學好的老師 即是我們不會好像有些大學 是一些老師出傳的 所以這裏 其實前大學來到 基本上是取消了大部分的講師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大部分的講師 會在一段時間裏面被送走 我自己的是 即是去年走了一個 是他知道會被送走 他自己走了 今年亦都有兩個會被送走 即是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即是說 尤其他要畫 要畫倉底的老本出來 拿來請教授級的人 你知道 港師和教授的工資相差很遠 隨時是三個港師都頂不到一個教授 即是說他這樣的過程 他要解僱很多黨師 這一點我就是在這裏沒有寫 即是要補充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前大學在整個過程裏面 他是涉嫌令自己成為了前大豹 即是他是講完一次大話又一次大話 上一次大話 記憶猶新 大家記得只是在一個多月前 他在電視機 即是鏡頭面前清楚說 他沒有收到陳諾恆同學 生命受到威嚇的通知 但是同時他其實已經是覆了 楊雪瑩議員 他們知道這件事會處理 他是在鏡頭面前講 今次他又是在電視機鏡頭面前講 說這麼大是沒有轉職這件事件 沒有人可以做終身 我不明白他為何說沒有人可以做終身 因為在大學 很多教學或者研究很好的老師 在西方簡直是做一輩子的 是沒有退休年齡的 即是這件事是比起政治人物不同的 政治人物要特別修憲才可以做一輩子的 但是大學老師由於是那個學術公演是職位的 大部分國家即是先進國家的大學老師 其實基本上有一個可以給他一生做的機制 所以錢大康是掙著眼睛說謊 第一他從美國回來 他不知道美國大部分的著名教授都是做一輩子的 第二就是他說浸大沒有這件事 然後就說沒有人可以做一輩子 第一就是他不知道全世界大學的慣例 第二就是他當某些人是死的 即是我們浸大教職員工已經有兩個同事是轉了職的 我就是轉職轉到我今年退休 我是2003年轉職的 即是說這個錢大康來到浸大 就是完全忽視浸大的傳統 這裏我們的statement裡面也有清楚指出 黃偉國教授自己那個是 就是剛剛去年有一個同事轉了職 而且是拿到這個所謂continuous contract 即是說是不斷可以續約的 即是跟我一樣不斷續約到我今年退休的 我是2003年轉職 然後做到我現在2018年退休 即是做了15年 所以錢大康是兩次明顯在公開場合說謊 這一點是非常可恥的 其他的事情我們就留給大家其他人說 好 或者如果大家沒有補充的話 我就請記者問Benz 或者其他工會的主席 有甚麼特別的問題 想問幾個問題 第一我想問一下 剛剛說過程發展 有兩個就說你不夠outstanding就沒有參與過 其實有沒有類似的堂詞 都是沒有參與過 但是他成功轉 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剛剛有很多種原因 說你被人查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課程發展 突然因為工會身份 你覺得哪個原因是比較重要一些 哪個是最大的原因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剛剛說outstanding就沒有標準 其他例如fail,good,excellent 是主任他評級的時候 有沒有相關標準的 他怎樣才能解釋到你 好 先回答第一個部分 基本上課程發展 其實是看學生本身的需要 就是要找同事去檢查整個本科課程 是不是有一些大的改動 譬如我們政治和國際關係 可能我們未來都可能都有一個 我就想將課程改動 但實際上在行政層面 即學生層面 並沒有說我要擔任 或者甚至是要take up這個工作 當然我們其實可以這樣說 私底下我們幾個同事 其實在去年已經開始做一些 叫做籌備工作 因為我們的本科課程 在今年年尾 就會進行一個apprentation 就是定期的一個評審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其實在去年 我們自己同事私底下 是得到主任的同意 就開始做一些最基本的資料實力工作 例如會問一些本科生 畢業生怎樣看我們的課程 會不會加一些科 或者會不會某些科 可能比較和現在已經 可能都比較有些距離會取消等等 但如果實際上 你說真是行系 很正式的一個位置或工作系 即是沒有的 所以當我見到這個沒有在課程 或者是其他人 我剛才提到邵家津剛才都講到工會 其實你會見到在那份表面 都有提供過工會那一樣東西 即有提供過工會那一樣東西 我都相信其實在每個上面 一定有提供過 我肯工會的工作角色 即無論是剛剛之前邵家津提供過的一個案 其實因為在那個review panel裡面 其實其中一個代表的部分 就是各個系是主任 我們有六個系 其實亦有包括社會公司環境 當然我不知道那個會議程程 也拿不到它的re紀錄 但很明顯的一件事 其實當談到我工會角色時刻 會不會大家會覺得 會偏向一個比較負面 或者覺得 咦?你工會出色那樣 因為我也有聽聞過一件事 即剛才阿仁哥提供過 我在梅底節採訪 我有一個都幾實際的一個訊息 是有人透露教育指 就是說黃偉國 你經常做這個傳媒的報道採訪 好像這樣一樣 你沒時間做研究 那我聽完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為什麼 我在媒體的那個參與 或者曝光 是跟我研究能力 是拉上關係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 可能過程會變 或者說自己本身都有坐過 這些委員會 或者這些小組委員會 有時候可能聽到的意見 都覺得作為一個學者 有時候都覺得有些 有些挺驚訝的 有時候聽到的 所以也不排除 其實我這個角色 是成為我今次遇到 終於一個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其中一個 還有沒有問題 可以補充一下 我跟郭教授講的情況 其實大家要明白 大學通常 判定一個老師 可不可以繼續聽入 就是 如果以教授級來說 是三條題 都是研究、教學和行政 好了 如果轉了做講師的時候 就是教學和行政 好了 好了 教學就沒得說 是吧 至少有某些客觀的 學生填回來的問卷 但是 浸大是很厲害的 他就非常懶惰 現在 中大仍然維持的做法 就是每年 學期尾到 他會派專人去班訪 用某個事件 比如十幾分鐘 派卷給你立刻填全部收 做 浸大就為了省人手定點 他就全部叫你自己上網做 曾經早期都說 給你一個green code 你引人做 但是結局 後期大部分 就是任同學做不做 那些同學 當然一到學期尾 他們自己忘交功課就不做了 但是 他不做 他就不是逼同學 他也不是找方法 引同學做 他就會傳電郵 告訴老師 你那班所謂的參與 問卷的比率很低 那你想怎樣呢 你想老師現在去bribe 去賄賂同學 我請你吃東西給大家做 還是呢 你想老師要跪在那裏求 拜同學 麻煩你幫我做 沒有的 總之他每個學期 總之他拿到數據回去 又不會根據 究竟有幾多 還是幾少人做 來調整 那個所謂比重 總之呢 其實簡單說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如果他是想升你 就算只有一個人做 那個人 讚到你天上的地下目 他都說你好好 如果很多人做 說你好好 但是他是要談你的 你的比率不夠 所以我不看 浸大是很喜歡 arbitrary行事 第二個arbitrary行事 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句 直接那句本身就是arbitrary 什麼意思呢 你在教學發展到沒有貢獻 你知道任何的教學部門 他裡面究竟行政的責任 怎樣分派 是department head 或者一些高老一點的老臣子 有權力的在後面拉市 說應該給他做什麼 不給他做什麼 如果他特地要針對炒他 什麼都不給他做 然後他一遞上去就說 這個人對那件事沒有公義 那可不可以讓他自辯 可不可以說他究竟有沒有要求做 或者他有沒有派過做 而做得不好呢 沒有的 總之這個任他講 其實這裏可以任你寫的 不是教學發展 可以搞他對外推廣浸大形象做得不好 他可以說他在行政那裏交大功夫做得不夠 他帶隊學生不夠 什麼都可以想下去 那裏是百搭田的 所以浸大那個校方文化 是一個非常可恥的文化 就是任他玩 這點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其實他整件事是一件莫須有的東西 他那裏有比較客觀的就是他的教學寫了very good 是吧 但是他又可以選擇不用 然後就說我要你outstanding outstanding是甚麼 升職 現在outstanding 不是的 現在就說你不夠outstanding 但不留 不肯留你 但那個原因不講 那個原因就是他實際是教職員工會主席 這個原因就完全在這裏右頭的尾沒有提過 是甚麼 OK 那現在還有沒有問題 時間問題是 我想問Kenny 因為你也是浸大 跟Benson也是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對今次的看法 加羅 好 我再說一下 我作為Benson的同事 這麼多年以來 我看到Benson對學系對同學 對同事是 即使遇到過去幾年這麼多的狀為困難 其實醫院是很盡責 我們一起去申請研究六個款 我們就演技研究 開學術會議 是一直這樣去做 我認為應該做作為一個讀書人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做一個責任 所以我見到今次這個結果 我是十分之憤慨 有甚麼人 除了管系的系主任之外 最清楚Benson 最清楚黃監修 他的責任感 他的工作能力的表現 而如果去到院級的檢討委員會裡面 是對系主任的建議有疑問的話 他很應該是問我 問同事 問學生 問我 我作為他的同事 怎樣看這件事 是吧 他完全沒有做到他應該有的責任本分 就跳了去一個結論當中 去找一些理由出來 來去解僱他人 而這個委員會裡面 有很多學院裡面 是過往 是跟我們的工會主席 是有交授的經驗的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可能是利益 和其他角色的衝突 在那個過程當中 令到作為工會的主席 一個很好的同事 是因為可能曾經得罪過一些高層 院長甚至校長本人 以至於他們在這裡手起刀落 對於我們的學系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創 真是一個重創 因為我們的學系需要發展 我們需要人手 我們需要人才 一個在我們的部門 服務得這麼多年 服務得這麼好的一個同事 就這樣被他們解僱 你對於我們餘下的同事 的感覺是怎樣的 對學生的衝擊又有點大的 我們接下來的人手 是怎樣的呢 完全不處理 完全不盡責任 是不負責任的一個肯定 對於工會運動 對於鎮大工會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是一個打壓 誰會更敢去上工會的莊 去頂住學校讀夜池 大康校長現在種種的 那些管理文化 那些人上到下高壓的管理文化 誰頂住 大家做鵪鵪 他不是想我們讀書人 那個好像上班放工打卡 只剩下一個頭做人 當然不是 我們作為一個大學 是要做社會的良知 是要走出來 不重責任 所以我作為他的同事 也和他合作無間了這麼多年 看到學生對他的支持 和學員很偉大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奮辱 在這件事上 我們整件事過程都沒有說過 學術自由 其實這件事是對學術自由有衝擊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經常都發言 那些發言本身是基於他自己的研究 他自己一些政治系裡面 他一些看法 和香港社會去解釋 他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很多的發言 可能當權者不喜歡 這樣就學術自由了 如果當權者不喜歡的言論 就要解釋 香港還有甚麼公共知識分子 剛才阿俊說 哪個會教授 哪個學者 再出來說話 說話 最後得罪了當權者 就可以解釋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是講公會 但其實還有另一個更闊一點的層次 根本是除了打壓公會 打壓的落魂自由 想問到一個問題 想問到黃教授 你怎樣評價自己的研究能力 以及為何你覺得 校方一定要將你調值 當然學校本身有自己一套標準 但那套標準 我曾經跟貝尼恆教授 都有交換這項目 我就問他 那是否大學不算中學著作呢 大學是否不算書 不算書的書範圍呢 大學是否不算所謂 他不入所謂 學術其他名單裏面的論項呢 我可以引用其中一份的評估報告 因為學術研究裡面 學術字很重要的就是 或者不會因為他發表著作 他用什麼語言 或者他發表的媒介面 可能是一本書的書章 或一本書 或者一個期刊 或者一些有排名沒排名的期刊 他的作品是受到所謂排擠期視 或者甚至是被人反昔的 那當然 其實當時 他們恆仁教授 他當然不回答我 因為回答我 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他其實都發情疾病 但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我想現在學術字入 我最喜歡用所謂 我只是能夠寫文 你只能夠寫 我覺得有影韻因子的期刊 就肯定你那個能量的成績 但坦白說 我都會反映一件事就是 其實為何過十幾年 為何香港的學術家和社會是這麼疏離 或者甚至其實香港學術家 完全回應現在香港政治手機化 完全基本上是低難 為何不低難 原來因為你做這些事 你出不到國際學術其他論文 不只是服侍 或者不只是為一小撮學者 或一小撮研究這個犯罪引而刺激 我希望我自己研究著作 一個有一方教程度的一些市民 或者甚至是一些讀國本科的一些同學 都能夠在東學著作 能夠透過著著作 重新認識我們的香港 我們現在面對他的全力 我想問如果校方繼續這樣大陸的話 其實公會有沒有甚麼投資 當然我們自己公會本身對這件事 其實都會繼續去談談一個人 但其實我自己都知識就是 其實譬如說來年 即落屆的學生會 其實都很關注工程師 要等到這個學生會 正式整個諮詢 整個去過落局正式成立了 其他學生會 會繼續跟我有一些聯絡溝通 有一些做一個行動 我知道每個街均都很關心了能力 那另一方面都知道 其實這麼多屆 特別是我自己 由零年九月入學之後 一些政治學國際科學會的 一些錢莊或現莊的一些堂 都關心這件事 那其實大家都很想做一些 為我做一些事 都很感激他們 所以我想其實都會交給他們 去看看會不會有些做一個行動 那可能初一個會不會 在校園有一些簽名運動 即無論是 即我想其實 我自己或是 的學生 或者甚至其實 黨格裏面 社群裏面 不同的社群者 亦都是希望 安靜這件事 好 補充一下 學生那裏大概 他們3月26至29號 就是他們的投票 就是4月頭 他們會出到個 3月學生會 公會亦都已經跟他們說了 應該會嘗試搞一些 簽名運動 或者諸如此類 即面對這個浸大的打壓 我亦都要補充少些浸大的打壓 這件事特別近期大家應該留心到 是跟之前普通話畢業的要求 這件事有關 那邊是直接很近的 因為黃偉國教授 那天1月多少日 17日之後 那星期的24日 楊雪瑩區議員開那個記招 關於陳樂騰 即是浸大無視 他受到生命威脅 然後前大康講大話的記招 黃教授是到的 他一直在去年暑假浸大的工潮事件 即是浸大 即是縱容外販商 在不給遣散費 不給代工資金 不給場外服務金的時候 黃偉國教授是代表 教職員工會支持學生 和清潔工和護衛工業行動 他支持完那個 然後今次也來支持這個 所謂反對浸大 這個普通話畢業要求 傷害學生 和無視其中一個學生 受到生命威脅這件事 所以兩件事加起來 他就變成站在狼箭 我也在狼箭 不過我剛剛因為退休 所以他不打壓我 那今天的會 應該是我 擺到明 即是說這個錢大康很喜歡打壓 而且我再講一件很小的事 在我當年 大概十年前 我已經轉職 做了高級講師之後 我有一次那個 因為我入了教職員工會 跟著那個合約做review的時候 亦都是做這個評審的時候 後來當時的所謂acting head 那個acting是主任 即是暫代是主任 他私下告訴我 有高層特意下來開會 即是那個高層 本來慣例上 他不需要下來 那個是 吳清輝做校長的年代 我說明大家猜到誰 有高層 自己特意下來開會 特意抽我的file 不過當然那次 幸好他找不到痛腳 如果找到痛腳 或者我剛剛申請轉職 我又是同樣明白 即是未發明 outstanding 今次他發明了 outstanding 好 多謝大家 好 如果大家要留下訪問 Benson 可以直接訪問 好 謝謝 謝謝